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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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曾奴堂堂 掐指一算 已经有小半年没有做过美食节目了 那么今天呢 堂堂就带大家来吃一家 非常有成都特色的网红小店 叫做荒娘TF啦 你们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巷子里面 就非常具有成都的市井气息 那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我看现在十二点十二的 早点就走着吧 我们进来了 找到一个里面的座位 因为外面已经没有位置了 走迷了 走汗西 所以还是有点好嘞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边的一个价格 对对对 是三块钱的中途不家菜 他有点厉害这个老板 也好有很多荤菜 蔬菜 所以我比以前要点狗 嗯 要个莲花呗 要个莲花呗 点了蔬菜 有三块钱的调料钱 所以应该就是65块钱 这东西还这么粗 这东西还这么粗 娘娘你意思是这个很方便喔 哈哈 是不是啊 我感觉你名词了 黄儿两个圈子 也不敢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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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看了 不过他们厨房里面都有楼 寄过的说明他们的生意处在 所有的号 挺忙的 那我们就 坐等菜上来 来证明一下味道怎么样 看一下我们的菜已经上了 这么一大盘 然后这么多呢 我是点了十个菜 六块钱一个 一共是六十块钱 但是我看他们都有赞水 我去问一下老板 是我们自己打还是怎么样 好嘛 来嘛来嘛 我现在已经 非常的迫不及待的想吃了 我不知道它这个调料 应该就是海椒面加了 什么油啊什么的 我也不清楚 就先尝一下 吃一下它这个 原来贴不辣 就像烧烤一样的感觉 名字区的贴不辣 吃一坨凉粉 这个凉粉 它外面那一层已经炸得 非常非常的脆酥的 然后里面是很嫩的 整个就还挺好吃的 这个蘸料里面确实有点甜味 而且我吃出来了那个 花生碎的那个味道 挺香的 这个凉粉好吃 哎呀我不得不说 这个凉粉真的太好吃了 我刚才忍不住 连续吃了十个多 来尝一下其他的哈 吃下青菜的 我点了电话 被那个窩瞬间 开起来也不说 哇你这个海椒就不要切的 那个样子 不过很香 特别香 你们不要看着它那么红 其实一点都不辣 再一点 所以说老板 态度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东西还是好吃 大家肯定想问 怪老头贴不辣 和这个黄儿娘贴不辣 到底哪家好吃的 我作为一个很公正的角度来说 这个黄儿娘贴不辣 味道要好一点 但是呢 那个怪老头的这个爷爷呢 比较好耍 这个娘娘的比较高冷 当然了你来这些地方吃呢 其实并不是吃老板的态度 福态度 你吃就是吃了这个东西 所以态度什么呢 我就不care 不在意了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吧 不行 我选一个 我看底下还有啥子 这一个60块钱呢 不夸多量 这都漏了 这是花菜 花菜都啥呢 漏呢 不行 我找到了 嗯 嗯 它不是五花的麻纯熟的 我都嘛 那我还说可以 真嫩的 已经吃完了 我可以开了 还是剩了那么多 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所以说它的分量还是可以的 就建议大家还是 尽量少点一点点 然后我现在呢 很客气的评价一下哈 它这味道呢 除了是还是巴适 海椒面很香 分量也还不错 那唯一一点就是 第一个火焦不是很好 第二个就是 老板的态度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说 你不在意这两点的话 那么在这儿吃呢 还是不错的 其实像这种 类似于串尾烧头的 你是不是来吃一回还是不错的 今天吃的也着不错 所以我爱的朋友 现在成都大开了 也可以来尝一尝这边 成都奔迪的味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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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